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又以爱情剧即将来袭,谈松韵,宅肖文加盟,看清阵容令人期待 说到杨子,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出道多年,饰演过不少作品,很多剧都是很不错的,剧情精彩,演技也是很不错的 作为童星出身的他,颜值高,合作的男演员人气都很高 比如前段时间和肖战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即使已经积压了多年 播出之后收视和口碑都是很不错的,热度爆表 杨子在剧中饰演的林之笑也是凭借着高颜值和出色的演技,圈粉无数 杨子近年来的资源越来越好,如今又一新剧来袭,这部剧就是装腔启示录 该剧主要讲述了律师唐颖与绅士坎坷的都市青年徐子权的情感故事 这次杨子主演的是一位律师,这样的人设还是很符合杨子的 不得不说,杨子的可塑性还真的是很不错的 不同的角色都可以轻松驾驭,这次也相信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除了杨子之外,这部剧的演员阵容都是很强大的 有谭松韵的加盟,谭松韵大家都不陌生了,演技和可塑性都是很不错的 饰演过不少的角色都很经典,比如最近和林更新主演的职场剧《请教我总监》 收视和口碑都不错,并且播出以来,收视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知道了名演员,相信大家对剧中男演员都是很好奇的 这次的男演员有翟肖文,参加创造营出道以来,也饰演了不少的作品 乖乖的小男生,真的是很令人期待的 并且和杨子也很般配,CP感十足,不知道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泥 另外,还有陈哲远,魏哲明的加盟 两位男演员都非常的帅气,全员高颜值 冲着这阵容,小编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追剧了 除了演员阵容之外,制作班底也是很不错的 这次的导演和编剧都来自我在他乡挺好的团队 导演李莫指导,张渊昂,同双双共同编剧 所以在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总的来说《装腔启示录》这部剧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剧情精彩,并且演员阵容强大,大家期待吗?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框和大家一起分享 02.带播剧景气榜,杨子,谭松韵,刘亦菲,热巴各有一部 这是要卷起来了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是一部接着一部 很多剧都是很不错的,收视和口碑都双赢 当然,大家更期待待播的电视剧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盘点几部 为播鲜火的电视剧 每一部都是很不错的,剧情精彩 相信总有一部是你期待的 一平兰一片风云挤 该剧聚焦1937年至1945年国难时期 讲述北平的三个知识分子 家庭的两代人,面对时代的大动荡和大变局 做出的选择和牺牲的故事 胡亦天,张若南主演,不得不说 两位演员的颜值都很高,非常般配 光看剧照就很想追 而且还有王静松,张锡林,张鹤,林子路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看点十足 二玉古瑶 该剧根据苍月小说朱炎改编 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三皇太子时 影集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 朱炎因一花之恩结下命结溯源 时影陪伴朱炎成长 两人共同守护空三王朝的故事 肖战,任敏主演,观众都是很期待的 尤其是肖战饰演古装 一席白衣帅气十足 搭档任敏也是很般配的 两位演员之前的表现都不错 不知道这次会给观众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吗 还有王楚然等高颜值演员的加盟 希望可以早点播出 三尘香如谢 该剧改编自苏莫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女主炎蛋与应渊君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 作为一部仙侠剧还是成一和杨子主演的 两位演员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 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相信在播出之后又会是一部爆款好剧 四归录 该剧根据莫宝菲宝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投资总监归小十年后重逢 排报特警录严陈 两人破镜重圆 找回忠诚和信仰的归途之路的故事 光从官方发出的海报 就非常想追这部剧了 在雪山之下 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 并且还是谭松韵和景百然主演的 剧情精彩 看点十足 五长月静宁 该剧改编自藤罗未知的小说 黑月光拿吻B1剧本 讲述了衡阳宗掌门之女离 苏苏与一代魔神弹台尽相爱相杀的故事 这部剧是白鹿和罗云西 二次合作了 光从剧照看来 男女主都很酷 这样的剧情也是观众都喜欢的 相信会成为爆款作品 六梦滑路 该剧根据观看清源曲话 赵盼儿风月就风尘改编 讲述了赵盼儿 宋尹章与孙三娘三人在经历了举步维艰 种种磨难后 姐妹三人终于将小茶房经营成了汴京最大的酒楼 作为一部大女主剧 不仅有刘亦菲作为女主 还有柳妍 林云等漂亮姐姐的加盟 这次是刘亦菲和陈晓合作 两位演员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是很不错的 非常般配 古装扮相也很好看 七安乐传 该剧改编自《星灵》的小说《帝皇书》 主要讲述了近南安乐寨大当家任安乐与太子寒夜之间 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 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也是很高的 迪丽热巴和龚俊主演的 光看着阵容就追定了 两位演员的古装扮相都很好看 而且还很般配 俊男美女的组合 相信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大家